黑色轿车冲出加油站 地上突出长长水坑 没有减速直接撞进民宅 事发就在苗里一处加油站 驾驶是一名85岁的阿贝 当时他刚加完油 疑似油门当刹车踩下去冲出加油站 瞬间撞倒了五部机车跟一台脚踏车 现场一片狼藉东倒西歪 机车零件碎片散落一地 轿车也因为巨大的撞击力 侧边的车身凹陷引擎盖掀起来 很虚乎的怪 应该是护材那个油门啊 我刹车拉着脚踩油门 迫近住户看到机车被撞坏也相当的傻眼 而照尸的阿贝因为身体多处擦措伤 松衣治疗 索性无生命危险 仪式操作不当暴冲至对面房屋骑楼内 造成一辆行进间自小科车 及骑楼下五台机车一台脚踏车受损 警方调查阿贝的驾照是合法的 虽然法条规定75岁以上需要三年换照一次 但是法条不受及既往 106年以前已经满75岁有驾照的长者 可以不用配合此规定 除非遭到违规祭典才需要重考换照 TVBN新闻线口金道反应苗栗 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有很多新闻的专业 封一业 最新闻的专门 老际 不